大家好,我叫李百娇,我今年在Dublin Jerome High School上十年级,我去年考了EP中文考试,得了五分。 我在吴老师班上上了三四年的中文课,我的成绩跟吴老师的鼓励和辛苦是分不开的。 那我今天想给你们简单的介绍EP中文考试是什么,然后我的复习和学习方法。 像前面已经说的,EP中文考试是一门college board的EP考试,每年五月份考,EP中文考试包括四个部分,听力,写作,阅读和讲话。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复习方法是多练习。 我准备考试的时候,我在家里跟爸爸妈妈和弟弟经常讲中文,然后我也买了好几本书每天做模拟考试,这是最有关注的方法。 我还有几个方法想跟你们分享。 关于听力和讲话的部分,我就在家里跟爸爸妈妈讲,或者跟朋友们讲,那样我就能听到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,然后想出合适的回答。 关于阅读的部分,我经常复习常用词汇,因为EP中文的阅读部分,不是有很复杂的文章或者很难懂的语言。 大部分是人们平常读到的东西,像做报纸,餐馆的菜单,中国传说等等。 所以要是你们经常复习日常生活的词汇,肯定会得好成绩。 关于写作的部分,我在吴老师课上写了很多小文章,这都提高我的写作能力,然后在模拟考试上又加强了。 另外,我也学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,像中国节日,中国的四大菜市,十二生销等等。 因为考试上会有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。 谢谢你们听我的EP中文考试介绍,要是你们有问题的话,能问我。谢谢大家。